士兵们发现导弹的表面忽然出现了一个凹痕 顺时下注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钱学森到达现场后 立刻爬上高架台 燃料加注了吗 冯指会不让在家了 出销问题以后我们就停止了 其他一切正常啊 弹体都变形了 这还能叫一切正常 我看这种情况不能发射 仔细看了看 他瞬间就明白了原因 我认为啊 加注燃料的时候 由于弹体内部处于真空状态 弹体薄 弹体压强 容易造成这个凹险 如果继续加注燃料 这可以回复 不过总指挥还是将信将疑 这可是中国的首枚导弹实验 如果没有发射成功 那谁来承担责任呢 眼看两人陷入僵持 他们只好派人去寝视聂帅 让聂帅拿主意 而聂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便表明了立场 是极速问题 还是组织协调问题啊 极速问题 极速上的问题 一定要听雪森同志的 让我都要听他的 你晓不晓得 就这样战士们又开始继续加注燃料 在发射倒计室结束后 新中国的第一笔密件发敲 随着一声巨响之中天气 从此中国用自主研发的导弹 撬开了世界的塔 它就是东风一号 从此中国告别了无导弹失败 正当举国欢庆之时 核武器研究小组却陷入了困境 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顶尖的机械师 担当主要技术负责人 钱学森首先想起了他的老友郭勇怀 当他去找好友的时候 好友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那时 整个世界的科学家们 都闭口不谈核武器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一个破坏性的研究 任何一个科学家 都不希望因为骂名被载入史册 但钱学森说的话 却戳动了好友的内心 几年前 钱学森研制的全球 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成功在美国问世 同时也让美国 在航天事业上遥遥领先 而就在这时 钱学森在录音机里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可当他要回国 报销自己的祖国时 美国人却露出丑恶的嘴脸 他们诬陷钱学森是国际间谍 随即没收了他在美国的财产 还查超800公斤的设计图纸 书本和笔记 并把他临时监禁起来 与此同时一条新闻 吸引了多国媒体的注意 纷纷呼吁美国 公布其间谍活动的证据 在舆论压力之下 美国人不得不把 钱学森的全部行李都搜出来 把所有的文档和笔记都检查一遍 就这样他们找了三天三夜 连一丝证据都没有找到 眼见此计不成 美国警方开始对他的意志进行摧残 白天是没完没了的审问 晚上开始对他精神折磨 十分钟就会叫醒他一词 普通人连一天都坚持不了 可钱学森凭借着回归祖国的信念 他咬紧牙关苦苦支撑了15天 直到媒体的大量报道 Mr.Chan is found Not guilty 这才因缺乏足够的证据而被释放 他出去的时候 已经受了16斤 以为这次可以回到祖国 但是美国很清楚 一旦前学森回国 必将驻中国腾飞 为了把他留下 他们竟修改了保密法 美国的恶劣行为彻底激怒了他 他将多年的研究成果全部烧成灰烬 绝不让美国人有任何机会诋毁他 然后告诉妻子 他要寻找一切机会回到中国 自1951年以来 钱学森每月不仅要去移民局报道 而且一家人还24小时都处于监控中 但是 真正坚强的人绝不会埋怨自己的处境 在没有助手和实验遗弃的情况下 钱学森开始研究陌生的学科 在四年内就完成工程控制论 而这本科学著作一直都在沿用 43岁的钱学森 因为这本书使他一举成名 他的剧作又一次震惊了杜布里奇教授 教授建议他不要回国 就在这时他的妻子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 他们以前的导师 被选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让他激动不已 再一次坚定了回国的信念 钱学森改变了自己的自己 用贴简报的方式把求助信息藏在信件中 寄给比利时的姐姐 几经周转 终于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手上 读着钱学森的来信 党中央当即做出决议 并将该信件公之于众 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 美国最终答应把钱学森送回祖国 1955年9月17日 他终于结束了5年的监视生活 而他这时已经44岁 就在他踏上回国的轮船时 一个中国记者对他说 而钱学森却说 就这样他终于坐上了回国的轮船 在中央军委大礼堂 为了欢迎钱学森回国 全国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 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陈登将军一见到他便向他问道 我们到底能不能到处导弹 陈登将军 美国人能造出来 我们中国人不比他们少个拿我走 当然能造出来 好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请 周总理在等你 当听到周总理的话时 早一天掌握导弹技术 把原子弹和导弹结合在一起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世界上获得整正的安全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钱学森意识到他肩上的弹子很重 不敢松懈 无数个日夜苦思冥想 粪笔集书 脑子快速转动 把所学的东西都归纳起来 最终你出一份 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的意见书 主席看到后大为震惊 随即要求聂帅在钱学森工作中 给予权力配合 争取早日研制出属于中国的导弹 而钱学森只要求聂帅做两件事 首先就是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骨干力量 如果没有 就从头开始学 其次就是场地 他需要一个大的场地 这是哪 这是一个新的展览 没过多久 我们的军队挺进了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 这里号称死亡境地 环境极其恶劣 而满腔热血的中华尔尼为了祖国的强盛 毅然决然地驻扎在了这里 谁都没有退缩 聂帅接见钱学森时说道 朝鲜战争 把我们的家地打广楼 但是 我们会借尽全力 满足你的要求 因为你在为贵家 煮走一把 风里的宝剑 这把宝剑再收 贵家才会有尊严 人民 才会有货平 聂帅 请您放心 学森就是为了报销祖国 当时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还很好 苏联派遣了几位专家来指导 但是这些专家并没有诚意 并不打算把所有的技术倾囊向售 当士兵们想要继续学习的时候 他们却以下班时间到了为由结束授课 并且还要求苏联专家不在的时候 中国人不允许靠近导弹 更可恶的是 钱学森发现苏联带来的这枚导弹 竟属于淘汰的产品 根本不是最先进的技术研发的 虽然所有人都很愤怒 但是钱学森对现在的形势也非常清楚 只能暂时依靠他们研制 但就在此时 中苏两国关系却决裂了 苏联将全部技术人员都召回 导弹研发再次受到阻碍 尽管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基础的原理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 却没有一家厂家能制造出这样的部件 那时的生产技术非常落后 钱学森回到家里 生感前所未有的无力 而此时他正好听到妻子在唱歌曲 而且是在用昆曲唱 他问道 这时他灵光一线 既然无法实现单项技术的先进性 那就做整体设计的合理性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填补当前产业技术的部阻 简单地说 就是照着做 先把它射到天上去 主席肯定了钱学森的计划 他向主席保证 防制导弹一年 自主研发四年 八年内两弹结合成功 在发射倒计时结束后 新中国的第一柄利剑拔翘 随着一声巨响直冲偏激 从此中国用自主研发的导弹 撬开了世界的大路 它就是东风一号 从此中国告别了无导弹失败 正当举国欢庆之时 核武器研究小组却陷入了困境 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顶尖的机械师 担当主要技术负责人 钱学森首先想起了他的老友郭勇 当他去找好友的时候 好友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钱学森第一时间找到他的老友郭勇 邀请他加入了核武器的研究 但灾难也接踵而来了 中国此时却遭遇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粮食大幅度地减产 民生苦不堪言 可就算是这样 整个国家仍然过着节衣缩食的生物 不停地为研究人员提供物资 为的就是让他们有足够的精神和体力来制作导弹 但导弹研发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 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二号运载火箭 在升空过程中出现了故障 突然丧失了动力 笔直地落在了地上 随即发出爆炸的声响 战士们赶往失事地点 看着满地的废墟悲痛万分 他们不怕失败 也不害怕牺牲 只怕辜负了人民群众的期望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钱学森 这是他全部的心血 可他看到一地的残骸 依旧强行站起身 冷静地安抚着众人 不就是天上掉下的冬二吗 今天掉下来 明天我们把它射上去 但今天这个事情也教会我一点 一定要把一切错误消灭在地面上 导弹绝不能带着任何的疑点上天 这个原则坚决不可以动摇 明白 一年后 全弹试验台完工 东风二号是非圆满完成 更令人振奋的是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而此时中央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1966年10月27日 两弹合一进入试验阶段 所有零部舰从不同地方运往九泉基地现场组装 可就在两天前 基地却遭到封杀的袭击 但是所有指挥官和战士们并没有因此退缩 大家勇往之前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证导弹的成功发射 要说团结还得是中国人 看着导弹注立在基地中央 钱学森忽然想到回国前 杜布里奇教授曾跟他说过的话 坦白地说 中国没有航空科技 一点都没有 一个杰出的航空科学家回到能耕社会 能做些什么呢 前学森微笑地说 都不理解先生 这就是我种的苹果 而此时奇迹却发生了 陈医生 怎么了 学长 师傅又停了 明天是个好天 明天的事业一定成功 发射的当天天气晴朗 所有人整装待发 等待着激动人心的一刻 发射驾驭导弹分离 只见一笔利剑指指放车 有人说 这天 中国传来一声龙吟震动了整个世界 也有人说 今天东风吹来 把西方带来的阴霾一走 滑那一片朗朗情 前老毕生为中国的国防事业 做出了重大问题 然而此生亏欠的就是妻子姐 他们相识于三十六岁 蒋英在唱歌方面有着超强的听众 但她却放弃了当歌手的梦想 陪着前老投身于祖国的可怜事 但蒋英从来没有后悔 但是我想说这个国家 可以用像原音那种家 但是不能缺少 像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 我愿意为此 做出牺牲 这不是遗憾 这叫光荣 一代英豪中有落幕 2009年10月31日 钱老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 人明知痛民族之伤 但他留下的不始功勋 必将为后世所牢记